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军阀冯玉祥返回北京 将年仅六岁的末代小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 这让清末十四万皇族顿时末的主心谷分散在全国各地 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人数多达十四万的晚清皇族 他们主要的去向究竟如何 先前过着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日子的他们 失去经济来源后 又靠什么维持生计呢 有这三百年历史的清朝 从最初康熙盛世辉煌无限 到最后慈禧窜逃丧权辱国 此般臣服令人感慨颇深 清朝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的呢 早在嘉庆年间 清朝就已经暴露颓势 国内不断滋生矛盾 而国外又虎视眈眈 和妄图进入中国的列强 形成鲜明对立态势 好在当时西方列强还没有崛起 此时清王朝也不是过河的尼菩萨 凭借着稳固的统治 化解了一波又一波的威胁 可乾隆时期开启的 闭关锁国 政策 却让中华民族顿时成了 井底之蛙 外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谁也说不清楚 统治者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 无法自拔 自认为守好了自己的一目三分地 便可高枕无忧 但殊不知 此时西方科技文化步入高速发展阶段 不论制造业还是军事实力 清朝同列强的差距越来越大 进入十九世纪后 就连内部矛盾 也成为清政府的不可控的因素 一时间 千疮百孔的清政府 成了列强眼中瓜分的目标 迎面而来的尖船力炮 让清军措手不及 败倒在英国人面前 但这并未影响皇族奢密的生活 反而将老百姓推入深渊 杜甫一句 竹门酒肉臭 路有洞四骨 似乎成为了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 皇室贵族 可谓 食指不沾扬春水 脚尖不出地上尘 身边的仆人几乎从不见断 甚至最简单的洗漱吃饭 也得有人伺候 这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伺候 或许行动的越少 地位越高 这种扭曲的观念 在他们的心中 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了 为了追求所谓的排场 晚清贵族打着 武骑马 文作教 的幌子做起文章 有些地位很高的皇室宗亲 做的教子 竟然需要二三十个人才能抬起来 前护后拥 妻切成群 实在令人震惊 他们凭什么能如此奢靡无度 主要还是这些旗人 在清朝时期享有的特权 因为他们的老一辈 为清朝立下了极大的功劳 因此 在清军入关之后 这些旗人子弟都受到了封赏 随着不断发展 很多人也就成为了我们熟知的 八旗子弟 他们大多数没有什么工作 可朝廷却暗示给他们发放奉募 白白养了很多无用之人 而说起晚清时期奢靡生活的代表 慈禧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一场六十大寿竟然持资一千五百万两白银 和整个北洋舰队的军费旗鼓相当 为了保留自己的貌美容颜 慈禧绞尽脑汁 每天服用天然珍珠和人参燕窝等珍贵食材 作为内条 外用方面 胭脂粉都是太监特地采摘上等玫瑰和各种名贵药材香料混合而成 慈禧身边的日用品 大道床铺轿子 小道筷子首饰盒 奢靡二字已经没有资格形容 玛瑙 和田玉和黄金 象牙金赞古钱 数不胜数 皇宫里的太监自然明白慈禧喜好什么 为了讨他欢心在食谱上搞出了很多名堂 据统计 玉膳房有足足四百人专门负责慈禧每日的膳食 有明确规定表示 每日要为慈禧准备一百二十道菜 每一道都称得上山珍海味 就连饭后的甜点都足足二十多道 光每天这一笔花费就已经超过四万两百银 慈禧凭一己之力 推动了整个晚清时期菜谱美食的发展 可反观老百姓的生活 可谓人间炼狱 为了养活家中的几个孩子 日未出人已经开始劳作 日以洛可人却未归 很多穷苦出身的老百姓 没有接受教育的资格 更不必谈一天改命的良机 他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 做父人们瞧不上的脏活累活 但即便辛勤劳作 仍旧免不了遭受地主豪身的压榨和剥削 一年到头 甚至颗粒无收 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一旦遭遇天灾 很多贫农只能背井离乡另寻出路 可黑暗腐朽的社会 又怎会给他们生存的空间 等待他们的 或许只有破碎的家庭和生死离别的场景 而清政府也没有停止对老百姓的压迫 制定了严格的摇曳制度 让老百姓给皇亲贵族修筑林园 修建享乐之所 可留给老百姓的却只有春夏秋冬如一的泼草鞋 也正是这个时候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但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等清朝重臣的力挽狂澜 却被清王朝赢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喊着 失忆尝忌以质疑 的口号 推动洋务运动 但这一切似乎为时已晚 接下来的清政府 同英国 法国 日本 俄国等列强的战争中 一次次地倒下 为了苟活 清朝统治者 放下了最后的尊严和体面 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一次又一次地割地 一次又一次地赔款 原来清朝之所以会输给西方列强 并不单单是作战装备的巨大悬殊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落后的观念所致 于是 戊须变法横空出世 可奈何守旧派实力强大 最终这场想要变强大的运动和初心 渐行渐远 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幌子 岌岌可危的清王朝 必将走向灭亡 武昌起义 便成为了压死清政府的 最后一棵稻草 随着枪声响起 大势已去的清王朝 全面土崩瓦解 直至后来为满洲国成立 溥仪成为了傀儡皇帝 而原来跟在身边的一些皇室成员 则成为了清朝之忠臣 天子之左右 其他的清朝贵族去向又是如何 民国建立后 宗室 绝博的特权被取消了 奉布 养善饮没有了 除了很少一部分人 主要是上层贵族 通过优待皇室条件 暂时保留了一定的官职和经济待遇外 其他人已形同平民 一些毫无谋生技能的寄生者 生计顿时陷于困境 一些人的家产吃光了 便流离失所 或流浪街头 有的辗转沟壑 甚至冻美而死 有一名叫贵顺的宗室 家境贫寒 由北京去天津谋生途中 不幸并到殿中 于是向溥仪发立风告急禀文 叩禀我主宣统太皇帝 奴才向皇旗满洲投家 爱心觉罗氏 奴才贵顺 因贫穷下天津谋依谋食 行至阳村镇 住在回回马家小店 并在殿中 县下荡卖全无 有无依无实 奴才无法 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 奴才好养兵度日 别不多饼 奴才贵顺叩求 当时皇族数万余口 类似情况 比比皆是 民国初年 各王府虽然已失去 往昔的威风和阔绰 但毕竟 白齿之虫 死而不将 因此 一些穷困潦倒的亲戚族人 纷纷找上门来 大秋风 求救济 淳王府就收到不少这类心寒 有的来信 自属家中 点之以空 告代无门 窘迫之情 不堪言壮 有的哀鸣 实质天寒 尚无棉衣 何家敖敖待补 实无一线生路 诉苦之后 总是转入正题 或请 格外恩师 已依旧活命 或请 为而被密一旦犯之所 以计何者 抵数口之家 以免洞美之忧 需要救济者不可胜数 无论宣通小朝廷 还是宗室王公 即便有心救济 也是杯水车薪 于事无补 有一部分人回到了东北老家 这片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有满清皇室保护 其他民族不允许进入 因此清朝倒台后 很多满清皇室都选择回到 故土 在这片土地 他们找到了自己民族的聚集地 很多原来的生活习惯得以保留 直至今日 其民族在文化传统方面 仍旧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 清政府虽然倒台 但这些贵族手中的金银财宝 可是实打实的值钱货 凭借手中的资产和人脉 很多晚清贵族开始做起了生意 或许赚够了钱 才能维持原来奢靡的生活吧 相比起回归东北和从商 大多数的清朝贵族 在清朝倒台之际 就已经为自己找好了退路 进入警察署工作 虽然清王朝落魄了 但这些贵族们 之前的很多人脉 仍然掌握在手中 想要跻身于这些行业 在当时相较于普通老百姓 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不论干门职 还出任巡博警 在当时都称得上 十一分体面的工作 虽然相比以前的生活 依赖身手 饭来张口 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但最起码的吃穿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 即便放到现在 也是妥妥的铁饭碗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清政府统治者 两耳不文创外事 更不知百姓苍生之极苦 反而不断施压 不断剥削 最终等待他们的 只有死路一条 各路有志之事 揭竿而起 奋其反抗 让本就气数已尽的清政府 甚至没有喘息的机会 而原本那些高枕无忧的贵族子弟 也随着清朝的覆灭 美梦得以苏醒 化作凡事之烟尘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